感谢关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管道 全长3000公里 中哈萨克斯坦境内2700公里 中国境内250公里 设计管道运输能力年2000万吨 分三端建设 先期工程 肯基亚特 最阿特劳全长400公里 石油能力600万吨 又中石油集团和哈萨克斯坦国家油气公司 共同出资修建 02年5月24日开工 03年3月28日投产 17阿特势资阿克阿拉山口管境 813毫米 全长962公里 石油能力每年1000万吨 04年9月28日开工 05年12月16日投产 06年5月正式石油 二期 根基亚克阿塔苏 全长1300公里 除原油管道外 哈萨克斯坦还有通往 俄式奥伦堡的苏器管道 和通往中国的苏器管道 其中中华天然机管道一期 为中国中亚天然机管道的哈萨克斯坦境内部分 全长1300公里 07年动工 10年完成 运输能力每年300亿立方米 中哈水管道二期 于哈萨克斯的曼格斯陶州 在南哈州的西木坎特 与中国中亚天然机管道 全上连全长1400公里 设计苏器能力100亿立方米 可控制扩充至150亿立方 厘米 该管道于哈 干线苏器官网与西部 说油气区相连 有效提升的中华两国 油气合作的水平 感谢关注了解 刘萨克斯的树油天然机 灯